男人出海游玩,却意外遭受海洋风暴,流落一座与世隔绝的荒岛,建房,种地,养殖,探索,身为普通人的他,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。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九点,我早早起床,没想到发现了一几棵香蕉树,不过香蕉还不是太熟,瑟瑟的。 前两个小时,我沿着海岸线走了一下,从七点走到九点,我心灰意冷发现,这座小岛没有一点海洋垃圾,连个塑料瓶子都没有。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所处的这个位置,离人类活动地址异常偏远,那么我获救的可能性将直线下降。 我的心情差极了,再往前被一条海沟挡住了,这条海沟一直延伸到海岛里面,回头看了一眼,发现已经看不到我的庇护所了。 这证明我正在绕小岛转圈,虽然可能转了还不到十分之一,又采摘了几个香蕉,我试着顺着沟往海岛里走去,这条海沟很长,南边地势低,我不确定这条沟是不是贯穿整个小岛,这里面阴森森,湿漉漉的。 我走的每一步都非常仔细,生怕踩到一些毒物,我也不会分辨哪些是有毒没毒,只听以前别人讲三角形舌头是有毒的。 我走了一会儿,突然,我瞬间眼前一亮,竟然到了一片竹林之中,可能是气候事宜。 这一大片竹子长势,异常茂密粗壮,颜色深绿,竹子的用途简直太多了,可以建房,做成篱笆。 甚至编一些堂椅,小桌子,可以坐架子晒晒食材,我收起心中的激动,先砍了一根,然后记住了来到这个海沟的路线,准备下次做好准备,再砍一些,拉回去。 就这样,因为装备简陋,我没敢再深入探索,直接准备返回庇护所。 在路上,我又捡了几个掉下来的椰子,也算可以补充一下水分。 到了庇护所后,我做了一下对未来的规划,我准备用竹子和原木建一座房子,这样改出来的房子才更安全可靠,位置要离山石远一些,避免有滚落的石头砸到我。 房子要有两扇通风的窗,还要有可以关闭的门,以及火炉烟筒。 这个工程量非常大,光是砍伐木材预计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,然后再做一个后院,后院的草地上,我打算从山上移植一些野果,尝试种植。 当然以上的一切只是我脑海中美好的未来,只有亲自尝试过,才知道只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有多么的难完成。 但是我相信,只要足够勤奋,每天完成一点,五个月的时间里是可以做到的。 做完这些,已经七点多了,远处的海平面上只剩下半个火红的太阳,我把剩下的芭蕉全部享用掉。 喝剩的椰子砸开吃掉椰肉,架起火堆,砍了一节竹子,充当锅子,终于喝上一口开水。 天黑了,今天依然很累,但我不着急睡觉,凭借着火光坐在庇护所里捣过一根竹子。 当时挑装备时,我选了一捆细铁丝,三毫米的铁丝质地很坚硬,猜猜我用它做什么? 我用竹丝和藤蔓做了一根绳子,竹子煮蹄做了杆子,接着扭一下铁丝,一个鱼竿就做了出来,明天准备钓鱼吃。 哦!